recording music 今天來了YQ MAPFIA 其實現在在外面下雨 然後我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門口在哪裡 原來就是在拉麵的店鋪裏面 在正式進去餐廳之前 就試了這個和牛的牛肉乾淨 然後還有一杯Welcome Drink 就是Sake 好喝 味道如何? 非常好 我喜歡 你們的經驗都好 好 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現在去吧 一進去就是開啟廁 我們全部人都會圍著這個開啟廁 我們這次就是坐靠中間的位置 這個是我們今天會吃的和牛 一開始的餐廳是青椒私家昆布 但我看錯了 我以為它是青瓜或者沙律菜 所以我吃了一口之後已經沒有再吃了 我想青椒的味道真的不是人人都接受到 這個是和牛餐廁 其實和牛的餐廁 我是第一次試的 是不是很大香 不過它這個是很汁 一咬下去它的汁是會流出來的 而且餐廁的皮是挺薄的 而且是煎得脆的 所以我挺喜歡 這個是豉汁蒸和牛 它還沒有煙的 而且它好像在酒樓的點心 那樣用蒸籠來上 挺有趣 那因為它是蒸的關係 所以就不會說很膩 或者很油 放在前面吃 就會好一點 要不然的話 一開始就來吃燒的和牛 就會太太了 我覺得 但是它的調味 是真的做得太鹹 所以我這個是媽媽的 它這個碟子上面的金色很extra 這個是和牛的刺身 上面就滲了一些鹽 然後旁邊切得很薄的就是蒜片 然後就包起來一起吃 我覺得這裡送整件事有個碟子 擺盤 然後它的味道 吃下去也是很韓國的 不想吃 打開 打開 抱歉 確實 這次是和牛三文治 你看到它的肉是很厚的 還有它炸的程度是剛剛好的 它就是用了A5美奇和牛最嫩的牛柳部位來做的 你看到它整塊都是很厚的 而且是很juicy的 飽 這個是我們買的Extra 然後它上面還有金箔 我們本身的Course裡面只有兩件 然後還有四件 真的超級邪惡 但真的很滿足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上一塊 是有筋的 我吃到那塊是 但是現在我們新點了Extra的這個 黃牛三文治 它是更嫩一點 我不知道是不是關心理狀子 但是很明顯我吃到上一塊是有筋的 是 這個是Black Truffle 它之後會加上海的送飲 這邊 這邊黃色的就是用蛋打成的泡沫 然後Trouffle下面的就是黃牛來的 然後Trouffle下面的就是黃牛來的 是 有筋的 是 三十三 這個和牛切開了一片片 它旁邊會有鹽、黑椒、芥末和一粒粒的生椒 就可以配合一起吃 它是超級嫩的 還有油脂香是很出的 所以要配合旁邊的鹽和芥末才可以平衡 讓它沒那麼膩 剛才吃完鹽和牛已經很飽了 所以現在還有一個煎麵 它這個煎麵的dipping sauce 是比較稀的 但是它是很夠味的 而且是很香的 雖然真的很飽 但怎樣也要試一兩口 幸好它在上面滲了辣椒 就會沒那麼膩 就好了 吃到一口 吃到一口 我們不會使用任何滲滲的 我們都會使用的肉 叫做肥油 去製造這個大小 吃到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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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聽到它說 雪糕裡面是用了和牛的油脂 我會覺得很奇怪 但誰知道吃到一口 吃到一口 其實跟普通雪糕 沒有太大的分別 它不說的話 我也不知道它會放了和牛的油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以這樣的價錢來說 它的環境就一般 很靠地 那確實餐廳的賣點 不像其他fine dining餐廳 是環境很靜 很漂亮 但我覺得不能這樣比較 因為它根本就不是走那種fine dining路線 但它的食物質素和份量 是絕對對得起這個價錢的 好 那今次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看我這個很不專業的食評 還有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來看一下 我們下條影片 再次下條影片 我跟我們下條影片 看到有什麼意識的 就有什麼意識的 在不明明下 看見